记者26日从一气集团了解到 目前已经有500辆红旗H7车型交付用户使用 这款车将于今年年中投放公众市场 红旗H7车型是一气集团红旗复兴规划中的 首款面向市场的高端产品 从2008年6月份该项目启动到研发成果出炉 红旗H7研发团队历经15个月 一共攻克2000多个技术难关 2009年12月红旗H7进入生产准备阶段 2012年7月15日 红旗H7车型成功下线 据介绍 红旗H7是一气在具有自主创新体系化的支撑能力下 成功开发的一款自主乘用车高端车型 它采用不仅是自动化生产方式 为了保证车辆的动力性能和良好的制动特性 一气还配备了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撞估实验台进行检测 据了解 红旗H7车型将先期投放公务车市场 今年2月份 一气集团接到吉林省的第一批红旗H7车型订单 总共13辆 将作为吉林省省部级领导的公务用车 按照产品计划 一气集团近期将做好红旗品牌高级车系列 未来择机逐步向宽系列全覆盖发展 从2013年到2015年 一气将继续加大红旗品牌研发投入力度 研发投入将超过105亿元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